Hello 大家好 我是唔仔 上一條影片已經跟大家說過 這條影片會同一位近排涉嫌犯罪案件的網絡人的粉絲 去說一些說話 說這些說話之前 首先回覆了TG Group 他就說昨天831 為什麼不追查831 要追查慕容 難道我們覺得慕容這件事比831更嚴重 其實唔仔昨天就有說 大J哥在去年已經懸紅100萬追查真相 大J哥這麼有錢 這麼有人力物力 都未能夠追到真相 那唔仔又何德何能追到真相呢 但是經過昨天831事件 大家都看到這個大妻子的情況 連登都開了百多個鋪 就說要讓國仔知道這件事 其實唔仔昨天就在油麻第一帶上學 我明知道昨天831我真的已經運路走 盡量不去太子那邊 因為在之前31號的日子 多次都發生一些燒垃圾桶 或者一些警民對峙的衝突 曾經試過在彌敦道 看到這個放火的情況 也有警察射催淚彈 那時唔仔就急急走去地鐵上車 在油麻地上車 誰知道去到旺角時 車開門 喵喵喵喵喵喵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聲音 這聲音真的很恐怖 告訴你 現在地鐵站情況很危險 請大家盡快離開 幸好沒有聽過 車關門開了 繼續向太子方向走 那次地面有人燒垃圾桶、龍煙都不知道是催淚彈還是放火的煙 整個月台都是 那次是五仔在其中一個月的31號出油尖旺的經驗 所以五仔知道這些風頭火勢的日子都盡量走避避 昨天就更加是正日 在油麻地放了殼就走到尖沙咀搭火車回家 火車?我叫他做 其實這個世界是適者生存的 香港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The city is dying 這句話我相信現在拿來用是非常適合 之前說的我覺得是說早了 之前說都是一些道德或者商業之間以魚我詐的東西 但是現在就去到經常都會發生一些暴力事件 五仔之後那幾條片就會說一些新聞 告訴大家原來大陸都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那大家記住了這些日子如果是老虐虞 操身大小的就真的盡量避一避 不要去那些會容易發生警民衝突的地方 一日五仔之前在大埔超級城 那天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是三罷還是什麼東西 那些警察射過胡椒蛋射上橋 彈到那些婆婆彈到那些女人 很恐怖啊大佬 真的有時候有些人消息不太靈通 有時候就很難避免的 尤其是那些婆婆仔 那上次我朋友的前妻也救了兩個婆婆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生活得真的很沒有尊嚴 所以五仔一直以來都在說 走得快就好世界 給大家一個目標 就不要在這裡淚鬥淚了 我覺得沒有意思的 不會說搞了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更嚴重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收手啊 我們就看美國頭 看看美國做什麼 punish他們 而我們自己就拿著命 拿著人肉出來 做血肉長盛 當然有人選擇做這些事情 聽說831上年有個小朋友消失了 現在就在英國那邊報平安 有些人就說 又是假的 這個又是假的 但是有些人又保持一些照片出來 就認到是他 那我也不知道 難變真偽 不要說這個男子 究竟那個是不是陳某老母呢 有些又說空中非人那個是男人 有些又說那個是假老母 總之眾說紛紛 唉真是 很金睛火眼都看不到 但是我只知道 離開這裡是最實際的 我只是覺得這裡是會不停 繼續走下坡 在這個氣氛底下 我想大家都生活得不是太開心 在這個社會裡面又孕育著一群孩子 他們其實就很小 古語有雲 人之初就勝本善 但是他們呢 在一些不好的榜樣 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 竟然覺得那些事情是對的 寫了一大篇東西給五仔 甚至還挑釁我說我是縮頭烏龜 老實說 我心情好那天就回覆你了 我心情不好那天 看你也懶惰了 幫人教孩子最笨實 我幹嘛要幫你媽媽教孩子 老實說 你們搞到這樣的身世 家裡的教育 肯定是不好的 但凡一些反叛兒童 或者一些變態殺人狂 甚至是心理有問題的人 最影響就是他本身的家庭教育 人小時候形成的性格 是建基於他小時候要滿足他父母的要求 他究竟怎樣滿足父母的要求呢 之後就會形成狗認人格 但是看這位小朋友給五仔的來信 其實真的歪得很緊要 其實這個男生 他打著2004 我估計他是2004年出生 今年他只不過是16歲 老實說 2004年的時候 五仔都已經成20歲 還大過你現在 我肯定可以說 就是生得你出 你走來這樣挑釁我 我又不會覺得生氣 我真的覺得 養不教父之過 教不善師之墮 你老爸媽教你不好 你上學又不聽老師說 你出來又看那些慕容公子 那些傭家產在剝別人的咸相 然後你就覺得看這些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質問五仔說 人家都看這些東西的 誰不想看片 誰不想看這些東西 你裝什麼正義 這樣質問五仔 我現在就跟你講一講道理 是對的 人都需要性的 性是必需品來的 但是你發洩的影像 你去看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應該合法 合理的 就是你看AV 你走去上鹹網 看寫真看物 沒有人會怪你 一買一賣 他拍得預料給人看 但是你要求拿那些片 是別人的私隱來的 小朋友 這些東西是不對的 你現在就說 每個人都想看片 你裝什麼正義 我用你的概念 每個人都要交配 那你走去強刺人 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你的腦真的這樣想 還是你想嘩眾取寵 去引咎人注意 說這些噩咎的東西 然後很多人關注你 你就覺得自己是明星 可能你很少看五仔的片 可以告訴你 明星在這個位置很多人認識 流馬車在這個位置很多人認識 他也很多人認識 他甚至多人認識過這個明星 但是 他在這個市場是完全沒有價值 他的價值是負 這裡是賺錢 這裡是不賺錢 零 沒有開始過 做這些噩眾取寵的人 在這裡 除了賺不到錢之外 他是神真鬼嫌 你不要以為很多like 代表你很多人喜歡 No 大家只是吃花生 你回到學 以為有幾千個like 很多人認識你是明星 No 你做的東西不是作品 你有作品 可以證明你有演藝的才華 現在做的 在網上用一個很錯的思想 然後去質問一個人 為什麼你要阻止慕容公子去發放這些影片 我很需要看這些東西 我要拿來遮 這個醜子怎麼寫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做這些東西都收收埋埋埋 現在你露個真樣出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樣 可能是假想 露你的真樣出來 然後就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好渴很需要的那些片 那些片的本質 是別人的私隱 小朋友 最糟糕就是慕容的TG Group 竟然 將這位男生 對五仔的粗言慧如 對五仔的質問 就放在一個group上 討論 有些人就說 這個人都是斜的 但是竟然都有人說 他比五仔 起碼他知道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那一刻真是大糟糕 所以五仔才需要去拍這條片 告訴這些孩子 如果你們是要follow一些人 我寧願你去跟耶穌 你都不要去follow一些網絡垃圾 慕容那些仆街 以他人的私隱影片 來作招來 堵固自己的勢力 你們這班人 可能不喜歡玫瑰綠 但是你不喜歡他 也不是一定要貼在罪犯上 貼在他上 你說看他人怎麼拆 OK 我知道TG Group裡面很多這些人 是吃花生 是看他人有什麼發放一些按鈕東西出來 然後就share給五仔 你咬一下他 你咬一下他 不是你沒有人治他 博叔那人喝醉酒 狗不搭白是有份 五仔就是在做這些監察的角色 但是見到你們這班年輕人 在殖民地之後 即是回歸了之後 一世 受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 加上一些社會運動 再一直看那些 Youtuber 即是像慕容這些 慕容新世界 和你們一齊同行 你們是同路人 那些三觀不正 你還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是對的 知道你們在傷害無辜的女性嗎 不知道你們真的認為那件事是對的 還是想挖眾取寵 放這些東西在自己身上 拿別人的注意 然後就告訴別人 自己是站在正義那邊 我不知道 其實我理不了那麼多 即是我作為一個網絡人 其量 就監察著其他網絡人 還有你們這些網民 你們這些小朋友 十六七歲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 不如正常的 和我盯著這些人 告訴他們 他是不對的 最恐怖就是 一方面是覺得 鋪別人這些照片 我這些東西來追 是對的 另外一方面 他又說到自己經過這個社會運動之後 自己是一個醒覺的人 他現在追求的是民主 他說自己是黃色 然後就在網上 跟著那個所謂慕容教主 一群進來給dislike 一群在那裡留惡言 幸好YouTube功能非常好 你們不會搞得出什麼花樣 但是你們這麼有心力 在這裡追擊一個網絡人 為什麼你不追擊林太呢 如果你覺得追擊 是可以搞定一個人的 為什麼你不搞我們香港人的公敵呢 為什麼你走來搞我呢 可不可以做一些對社會有建設性的事情呢 如果你了解五仔多一點 你看一下五仔之前做過什麼 對他世界有貢獻的事 我不會經常告訴別人 可能你不認識我 或者我先介紹自己 我有兩個建立事世界紀錄 不是啊 但我有一個 是啊 我真的有一個 我是用YouTube Channel 幫山區兒童 籌了30萬 起了那間學校 用YouTube Channel 證明深水寶明哥 北河同行的資金 究竟有沒有落格 我是做慈善做這些事情 你跟那個人 是拿別人的私人照片 拿別人的犯法影片 就哄了那些色情人入group 然後就造就到有這些人物出來 那些什麼十六歲 就只顧著這件事 聖上癮那些不要說 這個形象出來 溝不溝到女兒都不用說 就算被你溝到也是Fut的 MK妹大哥 你本身也是Fut的了 物以類罪人以群分 你的前途有什麼幫助呢 這樣紅了是沒有用的 你說正路這樣紅了 你可以賺點擊錢 可以做KOL 接job成為你的事業 但是你這樣紅 你在網上找不到食 出去找份工人知道你是誰 整個這樣的爆炸頭 人家認得你 正常的不喜歡你 走去跟老闆讀灰 這個人在網上發表過這樣的事情 她的同事怕了你 連工都沒得做 你出到這個社會又賺不到錢 現在讀書又不多 沒有前途 那在社會上做什麼 做社會垃圾嗎 拿種還嗎 我經常說社會欠了你什麼 你對社會有什麼建設 現在就說九學五仔 說自己正義 道德懶上身 不是啊 這些東西很普遍而已 正常一個人都懂得說 就是因為你很慘 你身邊認識的人 或者你家人沒有教育過你這樣 所以你覺得 你怎麼扮正義 所有人都會打釘的 是這樣的 小朋友 如果你要跟一個人 勸喻你不要跟網絡罪犯 慕容教主 那些邪惡組織 自己做的事不夠人厲害 要更大的輿論才可以 撥亂反正 這些是邪教組織 你知道嗎 這個人回來香港就要受審 他就會被人抓 早日回頭試案 小朋友 我都反叛過 大家都反叛過 反叛過 反叛過這幾年之後 你出到社會 你可以做什麼 我片看是不能當飯吃 那些東西 已經不用花錢了 整個網大把你看 為什麼 都要傷害無辜的人 即即是空 小朋友 好過癮啊 打個冷陣啊 之後只有無盡的空虛 寂寞和凍 可能你連這件事都不明白 我覺得很過癮 那些東西我沒看過 打完冷陣之後 我再打冷陣 打三個四個 打到七個 打十個好味 你很開心之後 你更加不知道 你人生是餵了什麼 傻仔 今天五仔講這些話 不是要怎樣追擊那個慕容教主 純粹是見到你們這樣 五仔真的很痛心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 如果你們是正常的 如果見到這些情況 你們都可以像五仔一樣 出來指證他們 出來指責他們 告訴他們這樣 是不對的 你們在做的事是按鈕的 當然你想紅 你對五仔的冒犯 這麼難聽的話 老實說五仔都不會擺心 因為我覺得 人之初性本善 只不過是你現在 迷失了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怎麼做的話 五仔在這裡教你祈禱 閉上雙手 閉上眼睛 跟做物主說 跟親愛的上帝說 問問他 究竟你的人生 怎樣才可以得到快樂 怎樣才可以得到 心靈的平安 是不是得到一些 不屬於你的東西 拿到這個片刻的歡愉 又會開心呢 我希望上帝給他們一個 正確的道路 現在用一個謙卑的態度 跟天上面的父祈求 我希望你聽到我的討告 去幫這幫孩子 引他們 去一個正確的道路 奉主耶穌基督之命祈求 阿門 快樂 有些人生 我會想要 那些人生